在陶逸创作的过程中 让陈炎珍能够感受到真实的自我 喜欢摄影的陈炎珍 以拍照的方式将生活中美好的事物捕捉起来 用镜头把双眼所看到的事物记录下来 但对于当下所产生的情感 往往难以呈现在一个画面中 内心的想象更是无法用影像的方式保存 于是创作让他将心中所有的想象具体呈现 而陶瓷这个可以保存千年的梅材 让一瞬即逝的风景 甚至是记忆的消逝 不会再因为时间而消失 陶土是陈炎珍人生转折的初始点 代表心生 第一次接触陶逸时 他感受到陶土的能量 无论是土本身的韧性 或是力量 在施作过程的捏锁 堆砌 刮土的动作 都让他在其中感受到真实的自我 每一次的创作都代表对自己新的认识 也包含生活中所带来的感动 体悟和挑战 在我们的生活周遭 有许多细微渺小的自然生态 经常让我们遗忘其存在的根本价值和意义 陈炎珍希望藉由自己的创作 能够使大众重新认识在生活中 对生态 对人们而言 最重要的小事 时方新闻记者 莱伊荣台北采访报道